海盔颱风3日登陆 高雄市长陈其迈召开一集应变会议 听取各局处简报后 与桃园茂林 纳马夏等区公所视讯 了解准备情形 并宣布4日停止上班 停止上课 明天 包括说今天晚上入夜以后 风雨逐渐增强 有风有雨 大家会感受比较强烈 也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 那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预测的资料 最大的阵风会高达11级 符合停班听课的标准 所以高雄市在明天全天停止上班上课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 可能在雨量 在平地还会达到600 那山区也会达到700毫米 那我们一直关注说 是不是因为它在台湾海峡滞留时间缩短 那雨量会不会降低 那最新的雨量的统计资料 也还是维持原来的预测 陈其迈在会中指示 目前纳玛夏区、六规区、桃园区及茂林区 已发布土石流黄色警戒 即68条 另六规区及茂林区 也发布大规模坍塌黄色警戒 即两处 在下午均已完成全部撤离 指挥中心也决定 比照这个红色警戒的标准 全速撤离 所以从今天下午开始 总共土石流前四区域 总共68区 那一滩塌地区有两个 这个地区总共70个地区 那在下午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全部的撤离 包括孕户 包括病患等等 那有一些像孤岛地区 像桃园 梅山等部落的三个离 那相关的这个包括物资 还有相关的这个工程积聚 油料 也已经完成整备 那另外也跟大家报告了 就是说 因为今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2点 是属于大潮 所以在地蛙地区 那除了说我们水利局 相关的人员进驻之外 那区公所也持续的 在该地进行房台的整备 陈其迈强调 中度台风海魁不容忽视 要求各单位防汛器材 机具备料随时待命 并请工作伙伴务必提高警觉 充分落实各项房台整备应变措施 让灾情减到最低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高雄一带附近珠海